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韓国,宠物婴儿车的销量超越人用婴儿车的情况下 有关宠物婴儿车这个话题 在韩网引起了激烈争论 上个月,一位网友在论坛发布了题为 带狗狗散步时,可以让狗坐在婴儿车里吗?的贴文 并附上一个宠物相关YouTube影片的街图 发文者主张 健康的狗最好必要坐在宠物婴儿车里 应该让它们走路,并嗅闻周围环境 但是,影片中出现的兽医 说明了宠物婴儿车的必要性 兽医表示,对于有障碍正在康复中的手术狗 或是因关节炎走路困难的狗 宠物婴儿车是非常有益的 这些狗狗可能无法与主人长时间散步 从而感到忧郁 然后就是与用于装宠物的袋子包包相比 使用婴儿车的好处包括双手自由,携带物品方便 狗狗感到的排斥感较少 夏天可预防脚部被地面灼上 并且可以同时运送度质狗 而缺点则包括限制狗狗的感官发展 活摇狗的运动量受限 狗狗通常透过眼睛鼻子和脚的触感 来感知和探索环境 当狗狗在散步时遇到其他狗时 无法互相闻味道和打招呼的过程也会被省略 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交化 该兽医建议 除了身体不变或生病的狗之外 使用宠物婴儿车应被视为远足或移动的方式 最好还是另外安排时间让狗自由奔跑 此外 韩国一家在线公共网站的数据显示 去年第一支第三季度 宠物婴儿车的销量超越了人用婴儿车 2022年 宠物婴儿车和人用婴儿车的销售比率为 36%对64% 但去年同期 这一比例逆转为57%对43%了 分析认为 持续的低生育率和养宠物家庭的增加 导致了这一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即使看起了健康 也有实际不健康的老狗 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 这应该由宠物主来决定 不是第三者该干涉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养过狗 所以一开始 当我在街上看到有人把狗放在婴儿车里时 我感到很奇怪 但我在网上看到有关老年圈使用婴儿车的内容后 我立刻理解了 这并没有给别人造成困扰 对别人的事情过于关心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曾经也养过的狗现在离世了 因为追尖盘图出它无法行走 所以我只能用狗狗车带它散步 看到那些自由奔跑的狗 我有多羡慕啊 觉得不方便 老人的事情也太多了吧 连这种事情也会让人感到不耐烦呢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把狗放在婴儿车里 哈哈哈哈 真的韩国人太厉害了 这种虚荣心真是无人能敌 还有哪个国家像这样呢 真有趣 太有趣了 即使在拥有更长养宠物历史的欧洲 也看不到所谓的宠物婴儿车 只有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小题大做 你们家里应该都有为了年迈父母准备的轮椅吧 我有两次在乘坐电梯时 以为是婴儿所以让了位 结果一看是只狗 至少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拒绝那种体贴 谁想要对狗礼让呢 对于宠物用的婴儿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 that he也不能持阳 准备的 母音乐 soap my body i don't wanna stop until the very modern girl theirんだ 내 무대로 gün찍 encont 不 哇 啊